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加州大约已经接种了700万剂新冠疫苗 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数持续下跌 加州民众施打疫苗 进度缓慢的问题大有改善 和今年年初相比 加州每周单日确诊病例大约下幅跌了8成2 虽然确诊人数大幅下降 但是加州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 加州最近一周的平均新冠死亡人数依旧有300多人 位于欧可兰的体育馆已经开放 作为大规模疫苗接种点 每一天最多可以接种6000剂疫苗 医护人员 护理机构的居民 食品 农业 教育 儿童保育 紧急服务人员和65岁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 都可以在MyTurn网站上预约 也可以打电话预约 到欧可兰体育馆接种疫苗 预约电话是1833-422-425 加州各族一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人数有所差距 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的白人人数有3乘3 非衣有3乘 西衣1乘6 亚衣1乘3 以年龄来区分 老年人口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比例最高 估计有5乘5 以性别来区分 加州女性施打人数已经超过5乘9 男性施打人数有4乘1 新闻军来看 疫情中 湾区的房屋销售和价格却逆势上扬 湾区8个县 12月中卫房价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乘3 旧金山房价上涨了将近2乘 中卫房价是155万美元 Contra Costa County房价也涨了1乘8 中间房价是72万5千美元 Santa Clara涨幅达到1乘1 中间房价是127万美元 San Mateo County房价涨幅一乘 中间房价是150万美元 Alameda County的房价比去年上涨了两成 中间房价连续6个月超过100万美元 经济学家说 白领阶级受到了疫情经济冲击比较小 更有可能买房子 从去年12月开始湾区公寓和房屋的价格 都上涨了三成六 疫情让湾区的房屋市场 没有淡季旺季之分 冬天的房屋市场依旧强劲 低利率也是推动湾区房屋市场 热络的主要原因 感谢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